已经散开了鸡蛋清和一层包裹在蛋黄外面的蛋清 那么这样的鸡蛋是新鲜的鸡蛋 就焯两个鸡蛋可以了 然后我们会在鸡蛋里面先把蛋黄给挑碎 搅拌的时候因为我们做的是蛋皮 把筷子放在盆底里面去搅拌它 而不是说把空气打进去 当鸡蛋打散了以后 我们要在里面两个鸡蛋是100克 我们大概加5毫升左右的料酒在里面 加在里面 加少许的白胡椒粉 大概在0.5克左右的白胡椒粉 鸡蛋一定有腥味 所以我们不要让它有腥味 我们为了保持鸡蛋液的完整和韧性 我们会在里面加上水淀粉 加10毫升的水淀粉 让水淀粉和鸡蛋液春风的融合在一起 那么水淀粉的比例呢 是1比1 我们要把搅拌好的鸡蛋液 进行一个粗次过滤 我们要进行一下小小的过滤 你看过滤完了鸡蛋液就非常的平整漂亮 很少有空气 我们要把那些气泡啊 打不散的东西啊 全部的过滤出来 那么我们第二步呢 要进行一个搅拌肉馅的动作 肉馅 这里是300克的肉馅 差不多呢 我们会放10克的姜 那么一定要把姜切得很薄 然后才会有很细的丝 很细的丝以后呢 你就会有很细的末 把姜末放在肉上 然后呢 我们要一点点呢 粗末 也是一样切得细一点 在肉米里面啊 300克的肉米里面放一整只鸡蛋 我们要放上白胡椒粉 1克 10毫升的料酒 300克啊 放5克左右的盐 我们要把这个肉米全部搅碎啊 搅在一起 把味道全部搅进去 肉米要上劲啊 搅啊搅 一定要搅上劲啊 那你看筷子现在在这里边的滑动啊 特别特别的容易 那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这个肉米搅好了呢 就是肉跟着筷子走的时候 大部分在跟着筷子走 你的阻力越来越大 说明这个肉米搅好了 所以这个热熟的肉啊 跟着我的筷子在走了 而不是我的筷子在里边穿行 这时候这肉已经上劲了啊 好了 我们要开始准备 做鸡蛋卷了 煎鸡蛋皮呢 首先我们要找一口好一点的锅 不要有缺水的那种锅 如果你有缺水的话呢 鸡蛋皮很容易就粘住 这样的话你会浪费很多蛋液 就算你又不粘锅 放上了油以后 有油的那一块鸡蛋皮 特别容易先上色 所以我们为了让这个鸡蛋皮 变得更漂亮 我们还是要放油 但是我们有个小技巧 先来准备一张好一点的纸巾 滴一两滴油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少的油 然后呢 用这个纸巾啊 把这个油啊 擦开它 这样的话呢 煎鸡蛋液就特别容易了啊 它不会粘 但也不会刨 好 我们要把鸡蛋皮啊 全部的包裹在里边 让它一点一点成熟 没有好的鸡蛋皮就是拿不下来的 火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的火是什么火呢 千万不要开大火 也不要开小火 开中火啊 我们把鸡蛋皮两面都煎上 就煎得嫩嫩的 有颜色 好 那么煎完的那个蛋液 蛋皮啊 你看还是烫的 烫的时候是不能包的啊 我们要让它自然冷却下来 好了 这个时候呢 凉完了以后呢 那面漂亮的放在外面 难看的放在里面 我们要把前面拌好的肉糜啊 酿进去 酿肉糜也很简单 把搅拌好的肉 你看 先放在中间 分量的差不多就好了啊 好 你看 用把抹刀 如果没有抹刀的话 用筷子 用条根都可以啊 用勺子都可以 把它抹抹平 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吃肉卷子 这种做菜的方式啊 实际上欧洲蛮多的 你看 这样的就卷完了 卷完了以后呢 我们把第一个卷过来 你看啊 卷起来 然后呢 把它打成卷 你看 轻轻的啊 好了 蒸开了以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底部啊 淋上一点点油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呢 就不容易粘开啊 不容易粘开 还是用我们前面 已经用过的这张纸巾 把油给涂开它 这样的话 不容易粘 好吗 我们把 已经卷好的肉卷呢 一次放入 口子朝下 进去蒸 大概蒸15分钟以后呢 蛋卷就蒸熟了 好了 经过15分钟 那么我们鸡蛋卷已经做完了 我要把它拿出来啊 拿出来放在砧板上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切的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已经蒸完了 我们要把它改刀啊 改刀就好了 先切下来一头 哇 你看 这个呢 就偷吃掉了 哇 哦 好烫好烫 在家里啊 如果你没有办法 再做更多的事情的时候呢 这道菜 其实就已经可以吃了啊 我们把它给稍微改一改刀 很漂亮的一个蛋卷就做完了 那我们把它很漂亮的放在这个碗里边 滴两滴的酱油在里边 这样就可以吃了